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22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与你 共建香港人的世界 坚持香港人精神 Hong Kongerism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六晚 请问你是香港台Cross OCO Hong Konger 和你check 我是你的节目支持大宝 今晚和我们一起check的有Charlotte和Jordan 两位你好 大宝你好 我是中了冒肺的Charlotte 希望你早日康復 这两个星期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经历 大宝我又见了Charlotte 又去了布里斯坊 又见了Jordan 原来说一说一说一说 我已经是拿了这个奖章 我已经是见过 他们已经见过了我们所有的主持 杂了有 没错 其实不说不知道的 那些观众都未必知道 我们其实是没有见过真人的 其实有节目这么久到现在 除了大宝 终于见了我们刚刚这个星期之外 Jane我也有见过 Jane和Larry也有的 Jane也有见过 Ted我也有见过 其实基本上是见过了 其实原因为什么要这么难见 是因为我们身处在不同的城市 我在那里 Larry在那里 Jordan在布里斯坦 Charlotte在南澳的阿德莱德 Jane也在莫尔本 其实要见就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除非有些东西 除非有些东西就要集中一起做 或者可能真的 可能是 不是周游力国 不是周游力国 只是在澳洲里面飞 我去搞我的生意的时候 就顺便去见他们 都是好的 其实澳洲很多人都以为澳洲是很小的地方 我记得几年前 那些人经常说 我要来澳洲玩九天 九天可不可以去布里斯坦 麦尼本、坎培拉、雪梨 然后去到阿德莱就可以了 你懂瞬间转移的话就可以了 不是的 瞬间转移 每一度留半天 然后马上飞 然后马上飞 然后人们会觉得澳洲很小 好像以前我小时候的旅行团 九天可以玩澳洲东岸那些 很跑马 但其实事实上澳洲的国土面积是全球第六大 那么基本上如果你联想 整个澳洲那么大 是的 如果你联想中国大陆的大小 澳洲是有它大概六成半至七成的大小 你会不会九天去找全中国呢? 我想这一刻我们连过境 我们连入境都不会的了 所以就算了吧 但是就拿这件事去想 其实好像我上次那样 由雪梨飞去新荷兰都要四个小时的 你已经知道澳洲的复原很广阔 说起雪梨或者Perv 今个星期澳湖有一单最新的消息说 其实它在挑战引退极限 你知道吗?沙洛 这个真的有听过 其实好像在去年已经提过 它那个叫做什么 它有一个超级的行程 飞机里 就是被人直接由西德尼 飞去伦敦和纽约 这样变成一个 我都不记得了 会要坐多久 总之就是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纪录 尤其是当是澳洲开始做起 没错是人类极限 就是整个澳洲是地球的一遇 就是说 跟其他各大州分割得很开的时候 没错 就搞一个这样的雪梨飞伦敦 或者雪梨飞纽约的行程 其实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做了很多的测试 就是不是全力的 找一些人去试 真的坐20个小时 一万五千多公里 其实如果真的成行 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 真的成行的话 那就将会成为全球最长的不停站航班 其实听起来都挺恐怖的 是不是 但是都明白有些人不想转机的心态 就是好像我们 例如我们在澳洲回香港 很多时候都会 偏好我们从前的香港第一国态 是 这样就变成了 B cause A 变成了你一站过不需要 例如在新加坡或者在马来西亚转机 这样的确有些人是喜欢这样的 叫做快点 就是一程过就落地了 但是你来到说你从澳洲 澳洲始终来所有地方 全世界的地方都太远 始终一个大岛国 你要从澳洲飞伦敦飞纽约 一程飞过的话 说成20个小时 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相信 以前我经常出差 北上的时候 我都觉得是有些受不了的 我经常说你出去出附近也好 之以此离开澳洲出附近也好 我说不是啊 我在澳洲游说来出发 我去最近要去的地方 自己商业的地方 新加坡、台北、香港、首尔 都已经想死了 不是想死 我说我最近的全部都8个小时 是啊 没有东西更近的 除非你从澳洲游飞过去 或者你从澳洲游飞过去 或者你从澳洲游飞过去 可能会快些 那你内陆都已经吃了那些时间了 没错 那其实都没有什么意思 没错 没错 所以变成了 例如如果在Jordan 在澳洲游要走的话 那其实是舒服很多的 但是我们这些住东岸 在澳洲游飞过去南岸那些的话 就是八个小时起跳 八个小时起跳 八个小时了 是啊 真的很好笑的 有时候这些行情你很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你由雪梨飞去新加坡 要七个小时55分钟 接近八个小时了 但是雪梨飞去香港 有八个半小时了 八个小时 但是明明香港和新加坡差的时间 应该是有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没错 我试过一次更恐怖的 就是雪梨好像坐日本航空 雪梨直飞东京的盛田机场 是因为要电机 九个小时 有点过分 你计不计数 他飞得很快 很想问 还是他飞到新加坡的时候 飞得很慢 我不知道 其实我都想了很久 以前常常坐飞机的时候 因为我喜欢新加坡转机 但是我都在计算数 为什么可以耐这么多的呢 不合理的 有时候可能他甚至乎延述了 直飞香港 如果是国泰直飞香港 甚至乎延述了之后 他都还可以早到 没有 我很想知道街坡转机得多快 我不知道他飞多快 我落地的时候 我很害怕 我心想公司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还早到了 明明已经延述了整个小时 然后机师就跟你说 不好意思我们延述了 我们会尽量追回那些时间 谁知道他追过了 有时候我都在想 这些飞机其实到底在天上的时候 其实有没有限制寒速那些呢 其实是有的 其实是有两样东西 限制寒速的 第一就是因为你的顺风逆风 那部飞机的噴射引擎 其实最有效率大概是接近950-1000公里 一小时 那又是最有效率的 如果你再快一点 不是不行 那你很浪费的 那太慢就不行了 你以为新加坡 好会是四万的 通常一百百多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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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留意着的 另外就是有些是气流的问题 气流也是会影响到飞机的 所以你发现 譬如我们经常说 你由雪梨回香港 或者阿德莱德回香港 有时候是比你在香港飞回来的 是 这个是 这个是有留意的 那当然纬度也有些关系 纬度也有些关系 但是其实那个气流也是很有影响的 最大影响是 是的 那我们说回这个二十个钟 就是一万五千多公里 如果真的成行就是全球最长的航班 我们又说现在 就是现行最长的航班有什么记录 就是头十位是什么 第一和第二就是新加坡航空的了 新加坡飞纽约的金莱迪国际机场 或者纽约州的纽纳黑机场 都是排第一第二位的 一万五千三百四十九公里 飞十八个钟五十分 哇 你已经忽必裂航班了 救命 我记得以前在香港飞温哥华 十三还是十四个钟都已经想死了 原来有研究是说 其实你飞十五六个钟 是比飞十九二十个钟更伤身 是这样的问题 对 我相信是 我相信是 等我讲完头十位之后 我讲回我曾经在航班里面的实验 好 继续数 第四位来自纽纽约的奥克兰 飞多哈或者飞杜拜都是这么远的 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五和一万四千二百公里 第五又是新加坡 由洛杉矶到新加坡 一四一一四 十七个钟头五十分 接着又是美国 三番市去印度的邦加罗尔 邦加罗尔 是 那就是一四零零四 十七个钟头四十五分 第七位终于到康特斯了 现在新的伦敦航班 就是原本去泊斯 但是现在疫情的缘故去不了泊斯 就是由达二汶港 直飞伦敦希斯路13872 嗯 嗯 看看吧 如果是转舌航班 就是最长航班了 第八位 大埔又坐过了 由喉斯顿或者达拉斯直飞雪尼 Quantus QF8和QF7 十七个钟头二十分钟 13804我坐过了 这个也不是很够命的经验 我觉得可以的 但是第十位 最后第十位就是马尼拉去纽约金賴迪 是一个菲律宾航空13712 嗯 我想说回那次 那次什么实验呢 就是我那次很慶幸 我想大概十年前 香港坐银行 Because Air 香港直飞支架架 好像很正 谁知道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就不是什么风雷电的东西 而是上到去坐下 飞机起飞了 他们不过游戏机器 不过游戏机器 哦 大件事 最糟糕的事情 不是没有电影 最糟糕的是连个飞机器 没有时间 因为那个年代是叫你关电话的嘛 就是你连几点五分钟都不知道 然后接着就被抓了 你被黑了 那你就在北极的上空飞 在加拿大上空飞 但是你还是不知道去了哪里 你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到的 直到那个机师告诉你 还有半个小时 你快去扣安全带了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经历 就是你有时你知道 你知道这些这样的 非美国航班 你不知道怎么睡的嘛 就是你要教 就是你怕飞机器 又不知道怎么睡 糟了 你连这个时间都 时间都抽离了的时候 时间抽离了 究竟你什么时候睡 什么时候起床呢 就是完全是不会知道的 不过这个真的会很恐怖 因为你想一想 你现在不是你整个人 连时间的关联都没了的时候 我会觉得当时应该有很多人 都会焦虑发作 或者是觉得很不舒服 直接会因为这样睡不着 我不知道睡不睡了 那时候好像是银行刚刚开的航班 所以我想十个人都没有 那他就很难 如果不是病 如果不是真的死忍 如果不是真的死忍 就是了 就是了 不过你 真的不行 想起都觉得辛苦 尤其是你十几个小时这样飞的话 如果完全飞 很快过了 时间 我试过在欧洲 一程搭了十九个小时火车 是 火车怎么弹呢 其实你分一架 但是你分一架 就是走一走 然后吃一下东西 看一看 帮剧 吹一下水 其实都很难捱 但是那个问题 火车你起码有个动感在这里 嗯 是啊 我试过去 我试过去 你飞机 你完全没有了那种动感的感觉 可以 就是你只是听到那些声音 但是你不知道 但是你 突然间急着 哈哈哈哈 钓鱼吗 好像现在过山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真的会 真的会 比起你火车 你感觉到一直在走的时候 那样当你没有 就是你在飞机上 如果它是平安无事 完全没有 没tambulance 那你真的不知道 就是那个感觉很 很奇怪 好像自己不知道去哪里 那样 不过我想我们时间 这个第一节都差不多了 那我们稍后回来 再继续过来查啦 好了回来第二节的节目了 如果大家又听到我们的节目 这几个星期 不断说了一句 那句口头禅 不是施洗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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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不过我们这次不是说澳洲选举 我们这次说香港的选举 有选举的吗 哈哈哈哈 有的 只有一个候选人的选举 都是一个选举 你明白吗 对 都要投票的 一不是拍手 一不是拍手选出来的 都要填纸仔去投票的 你真是 还有一个试试转 我看到他们试试点票程序 我看到很严谨的 当然是严谨的 这些是需要的 香港特首选举 香港特首选举 明天的选举 选举 选出一个新任的特首 大家众所周知 今次的特首 香港特首选举 只有一位候选人 就是李卡超先生 李卡超先生和澳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真是尖上无尽的光荣 其实李卡超先生 就在这个华人书院畢业 然后他去做他的警戒工作之后 然后自然他的能力 就是有些力有不递 就是觉得学历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就在澳洲的Charles Sturck的大学 是读了一个课程 又是毕了业的 就是说是澳洲大学的毕业生 喂 Jordan 你知不知道Charles Sturck 出不出名的? 不知道的 我没听过 在澳洲的吗? 澳洲 澳洲 Charles Sturck 就是在 哪个州份 在新郎威尔士州的 其实是 在几个不同的小镇都有校舍的 例如在Berfist 如果大家知道Berfist 签的内力赛的Berfist 就是Charles Sturck 另外新英格兰地区 澳洲的新英格兰地区 不是美国Berfist 也有一些校舍在那里 是Charles Sturck 另外Charles Sturck 也是很致力去拓展海外留学生的大学 他会招揽留学生来读 另外推出一些课程 在香港是有得读的 我们很相信李嘉千尔先生 在香港读的咸售课程 得到Charles Sturck 一个大学的文憑 根据金融时报 你知道每年都会搞大学生的大学的排名 Charles Sturck 在全球大学的排名 在全球是800至1000 就是它没有分801或者805 是800至1000的范围里面 你又知不知道呢? 其实最近金融时报也有说 全球的大学排名 就是我那个部校 澳洲的新南威尔士州的州立 州立大学是排50名以内的 这个可以给大家一个指标 大家知道Charles Sturck的CG是非常优良的了 乖怪之我没有听过 真的 我回来论一下 你跟我讲说 《深南威尔士州》 诶,在昆士兰 昆士兰那间叫什么呢? 昆士兰的 昆士兰那边 James Cook 真的正面了 确定排名都应该高过Charles Sturck 高过那 James Cook始终有货币 说军事难道真是静默 我上星期见了 我才说我这么大个儿子 也是第一次去布里斯盆 真可憐 很多好东西吃 很多好东西吃的 继续说 我觉得李家超先生精明能干 非常有能力 在读书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非常好 他读书的《华人书院》 他的校友赞他 是一个少女杀手 交提供过 不是交提供过 现在是说的 文有得无有得 少女杀手但是对感情专一 白白正正动静佳怡乐观正气 我想知道 如果是少女杀手 但是怎样可以感情专一 我也很想知道 我也很想知道 我听过我朋友有一个评语 即是少女杀手但是感情专一 就是说感情专一 感情专一就是感情专一 拍拖还拍拖 是的拍拖还拍拖 食女还食女 非常专一 食女是不需要负感情的 没错 没错 吃的而已 没错 你现在在一个女孩子口中说出来 这句话 你问我 我其实觉得她的校友好像善她 那些 曲线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些是校友 有一个具名的同学 林天星以前的水母局局长 都是同班同学 华人仔 说她反应敏捷 很有求之欲 有出色的社交能力 谈吐幽默和有趣 会令人很舒服 有多舒服 我就不知道 我很少见到 我很少听到她出声 其实我很少听到她出声 Jordan所说 听话一定交齐功课 竟然是以前的校长 蘇宗平说出来的 校长怎么会知道 几十年前的学生一定交齐功课 是不是没什么好说才会这样说 就是因为对她的印象全无 但是现在她准备做特首 怎样都一定要说些东西出来 好听些对阿爷听这样说 你问我的话 我不觉得 我觉得是实话 一定是实话 没错 简直完全是发人心识 在脑子里不断搜索 几十年前李克超先生 在华人读书的时候那些表现 这么快可以记得到这么多东西 这些不是用催眠的用 不是用催眠的用的方法去勾出来 我心想 Jordan刚才彈了一句 我心想 你是不是她的校友 你快点来申报 你是不是华人仔 我就不是了 很不肯定 不好意思 很不肯 但是华人仔 我们认识最近有一个校友过身的华人 就是曾刚先生 有人指证了我 曾刚先生 其实两家华人都有读过的 是啊 说话才读舊话 所以 不要管了 这些都是一个校友 我想他们都是如有荣耳 这些是什么 但是最好笑的就是 我们看到这些由少女杀手 白白痴没有性病 那些 但是看回2019年 有没有性病 我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 是 我不知道 是的 2019年 反送中的修例事件的时候 其实他大力推逃犯条例 他的母校狗话 就有同届同学 实名去反对 登报纸公开 公开信去批评他 背弃民意 不负责任的言论 作为狗话的校友 学生和教师 心表遗憾 如果有一班校友 学生觉得心表遗憾 刚才说的 林天星 那些校长又说 交齐功课 白白痴 感情专业 那些又是什么同学 所以我就说 善气一锅 你明不明白 因为这个问题 根本说出来的东西 你完全不觉得是认真的 完全不觉得他们是说真话 又是我们知道 那时登报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什么事了 当我们知道 背后有一班这样的人 在的时候 还要有什么事 说自己校友 又说了这样的东西 你说他是说真还是假 还是善家王 我觉得是说真的 我相信 我相信 你不是坏人 你很肯定 你真的不是坏人 你不是坏人 你不是坏人 有些是 知道吗 我利生一定不是坏人 我师兄是郑中基 你自己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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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关事 我女孩来的 是呀 唯一是男校 OK 所以你不能吐缸 就是 我想认也不能认 现在 好了 我们就不要扯那么远 作为一个特首的候选人 终于只有一个候选人 都要交功课 都要交一些政纲出来 他写了一个网络 然后介绍他的政纲 虽然YouTube被人封了 Facebook也可以出的 是不是 接着又出了政纲 然后有些选委就开始 嗯 选委就开始 开始发功了 就是说 比如选委的一个会计界的林志远 就引电影就说 天下武功 无坚不破 唯快不破 就是说他的施政同样都是唯快不破 嗯 所以香港的会计界真的非常光荣 嗯 嗯 嗯 就死了 没死 没死 我觉得很恶不群 今天才看到有个帖子 我忘了在Facebook 还是在Instagram 有个帖子在分析 就在看 因为大家都知道 医护那边 现在又是不断引入内地的 叫做 那些什么 资质 之后 之后 根本 其实现在看回 香港本身 叫做最稳固的业界里面 它那里分析就是说 其实根本只有工程是不受影响 嗯 其他基本上你全部都是 医护你全部都已经 它会全部进入那些人 然后之后你金融的话 这样香港现在整个 整个叫做金融中心 国际金融中心的形象已经差不多瓦解 是不需要的 不然之后你还要说法律界 法律界就不要看了 这个已经是感触了 所以变成你看回这么多的时候 其实真的去到这么多都是 哎呀 香港的明日现在真是很光明 我呢 真是呢 作为一样能人所不能的东西 就是前几天我准备 我准备今晚的节目的时候 我真是呢 好千身万户的 走了去李家超先生的正纲的网页 刨了他44页的正纲 44页 是44页 那他呢 其实有四个政策干扰的 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 团结一致为民解困 第二个就是精减情绪多管齐下 提供更多的安居之所 第三个就是全面提升竞争的实力 创造持续发展空间 第四个就是同建关爱的共用社会 增加青年上后机会 接着我就看完那44页的东西 我看完之后呢 我都不知道我看了些什么了 果然是Charles的什么生意 不是不是 我没有说中科的水平是怎样的 我是资质太差的 我是资质太差的 话说回头 其实外国的传媒都不断评论这个选举 就是走过场的了 连我们的朋友 就是重返《天安门》的作者 也是《新传密尔本》的作者林奥年 以前是做个CCTVB的 就是Pearl的记者来的 他都说李家超是被高纳了的候选人来的 投票是确认的 选委会的角色只是为了做确认这件事而生存的 其实北京对香港的焦点 正正是国家安全 所以大家真的要 很摄高枕头去想一想 如果你想听林慕年所说的那件事 就是大家可以上YouTube 看看ABC的《今晚中国秀》 就是这一位最下一集 就是他的专访可以大家去看一下 你觉不觉得整件事好像 我不知道交齊功课都是什么 我是不是在看金正恩的造神运动呢? 差不多的 差了他几次弄一只金牛族给他 不是啊 我怕是可能 他说李家超先生三岁懂射箭 然后射中把 或者好像某国的元首 现在在打仗的某国元首 都懂得骑着一只红 不是啊 或者可能我告诉你 他可以登陆太阳 晚上去 这个大家自己想想 自己想想到底自己在看什么 或者看什么 不过我们稍后回来再和你查看 其实我们的古兰 中国人是在困难的 他已经在困难的 想想想想想想想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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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冇 你真是鉄大买 你不得 你买 你不会 你不脅 你不得 我们在 kahimiz 我们相信 這個就是這個狀態 我們我們信頂協定在民主 香港 台灣 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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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悟了 我看住了我的背靠 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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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靠法 靠法 靠 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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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法,靠法 靠法 No, you are warrants You because you are inciting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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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in dictatorship You are disrespecting Chinese here You don't go away You are so crazy? You don't go away, you don't go away No, he's very good Free Australia Yeah, yeah, we're free Australia, yeah, we're free Let's post on social media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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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h, you are scared You are so scared What are you doing? You are so scared Livestorm and Chris Gavries You sound so horrible Silent and Zoe is a great guy Great guy So many people see you 好,回来第3次的节目 兩位… 我们刚才做了一个观众 我们看了2分多钟的片段 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話說真的選舉近了你們英國會議 這次是澳洲不是香港 香港是不會悔改的 香港不會悔改的就算了吧 話說是什麼呢? 就是在這個雪梨的華人最高的Eastwood區 我們香港人會叫Eastwood 大陸人通常叫東木直翼 東面的木Eastwood 那我全部賣是否要叫做燒邊? 是的燒邊 嗯 很好笑的 這兩句容後再談 有時候的譯名是很奇怪的 話說坤士蘭州參議員的候選人 柏洛智 Election 19年的時候聲明遠播 因為他是聲援香港的運動 然後被小粉紅的羅生打 然後再被大學不公平的暫停他的學業 於是他現在出來選參議員 他組織了一個類似政黨的組織 他就來了東木區Eastwood 幫奔利狼選區的候選人Donald Dill去拉票 他在拉票時大家看到畫面就舉起了一個橫額 就說這個小紅衛尼 有些在那裡買開菜的華人就很不滿 大家看到發生什麼事 有些推撞 有些在那裡獄馬 有個主婦勸了疑似老公物體說不要讓她挑釁 疑似老公物體不要讓她挑釁 她扭你打而已 你不要在那裡這麼笨 是的 不要這麼笨 你真的抽得很像 你是不是很精彩 他的精髓實在是太引人心醒 你一定要講得像 你明白嗎 沒錯沒錯 那些有個綠軍莊大家看到畫面 綠軍莊戴眼鏡黑衣黑褲 那樣就撕破了牌 然後扔在地上踩破它 為什麼會引起軒然大波 就是因為東木區Eastwood 就是一個很多華人聚居的地方 其實跟大家講解一下這個地理 其實是一個很歷史悠久的火車站 就是19世紀已經有火車經過 火車站很自然就兩邊月台 一邊全部都是唐人譜 華人聚居的 很多唐人超市 有麻辣湯什麼都有的 麻辣湯你也知道哪些人吃的 另外一邊就是火車站越台 另外一邊就是韓國街 全部都是韓國區 我都是去韓國那邊 我不會去大陸那邊的 很明顯 就是沒有什麼必要去 人車爭路 就是那些停車場拍車 就是counsel拍車位那些 你慢慢拍都會被人冰了進去 就是初二口國繼二同母的事有發生的 只是唐人那邊的 不要管 其妃很喜歡吃麻辣湯 麻辣湯那些沒有鮮味的 不要管 所以為什麼就引起 其實拉票就拉票 然後就被人指罵 最新的消息就是 大家看到畫面 綠軍裝戴眼鏡黑衣黑褲的男子 已經被新南威爾士州的警方拘捕控以襲擊罪 嗯 嗯 嗯 我們之前幾個星期都見過 諾伊的報告 有五十一個百分之四十九個百分之四十九個百分之四十的華人 所以是否真的應該要專注重 在我們現在二族 一直都知道國家安全會有個問題 例如當時IS崛起的時候 都有一部分的澳洲人是走了去幫ISIS打仗 是的 然後現在來到某大國的問題 我們還要有這麼多人口在那個族裔的時候 這樣變成其實 可能澳洲政府真的應該放回焦點在那裡 但是我們就知道其實基本上現在真的會這樣做的 只有一個黨 哈哈 只有一個黨 對 只有一個黨 對 只有一個黨 另外兩個黨 借口講 沒錯 我們上次好像早兩次節目其實都有跟大家分析過整件事 這樣變成其實現在最後選舉 最後的定段可去何從 其實對整件事很有影響 這樣國家安全某國說得很響 但是現在去到我們澳洲的國家安全 大家有沒有想過 或者澳洲自己本土人有沒有真的認真去想過呢 是啊 這個也是很有趣的 國家安全這些雙重標準就是某國的專長來的 是 沒錯 所羅門群島的總理索加雅雷都說 他不滿意澳洲常常把這個所羅門群島 是澳洲的後花園 就是後花園扔垃圾這樣 然後就在那裡大聲肉麻 就贏得某大國的掌聲 然後外交部的發言人都極度支持索加雅雷的言論 就是我心想第一件事是 哇 你這樣無私遣遣事 就是索加雅雷講的東西當然有道理 但是你這樣這麼大力去表揚它 究竟你是不是真的給了錢索加雅雷呢? 就是此地無人三百兩 放在那裡就有東西了 哈哈哈哈 放了一個牌子在那裡 所以我又覺得如果你在澳洲住的華裔 無論你講廣東話、講國語、講普通話、講台語 既然你都簽了一個當日你簽了確認書 或者簽了一個效忠擁抱澳洲價值的時候 就是以澳洲的價值為你的依歸 就是最近我在那些網上的朋友教了一個字 叫美中 你知道嗎? 這個很有趣這個美中寫出來 不是美國和中國 是一個叫身在美國,心在中國的美中 哈哈哈哈 左身右美,上中下心 是的,現在你看到畫面裡面 那個字樣就是這樣 大家學東西了,這個中文真是博大精深 哈哈哈哈 胡亂逼出來都可以逼出來 沒錯,我很明顯現在才認識這個字 博大精深,哪一級李家超先生 中文綽藝這麼高 寫到44頁漂亮的文字出來 沒錯,其實澳洲在這次的選舉 其實我們前兩集和阿忠都說了 其中一些議題就是環保議題 或者是一個澳洲人生活的問題 其實澳洲人都關心這個國家安全 澳洲廣播公司做了民調 關於問澳洲的選民 對於中國時候已經不應該採取更強的態度 其實慶幸的有58%的受訪者是同意的 有24%是中立 嗯 這是好事 然後再問一下那些選民 究竟你喜歡什麼黨 自由黨的支持者 是有72%的人 是主張澳洲應該對中國更加強硬 而工黨和綠黨的支持者 都有47%或者50%的人 是覺得澳洲應該對中國強硬 這是有點欣慰的 就是中營可能 就是可能中營的選舉我們不知道 5月21日的day end就會揭曉 可能day end的結果不是我們預期 可能是左交和國 但是左交和國還和國 但是起碼有47%的選民 但是起碼選民那邊 是 起碼選民那邊你知道他的聲音 是 嗯 那起碼都會有一些壓力的 我會覺得 嗯 希望咯 這個唯有是 因為問題是現在 就是 怕左交外國的這個問題 是 就是因為始終政權 和國 Sorry Sorry 我中文小學程度而已 是 你肯定沒有交邪功課了 我不交功課了 我是出名的 這樣你左交和國的問題 始終政權它是有它的權力在那裡 這樣到時候很看它到底有幾 講了一句其實 Labor的Track record 大家都知道不是那麼好的 你說到他們的promises 或者他們選舉的promises 大家都知道他的Track record其實都很差 是 是 這樣變成到到時即使他們 即是現在的民意其實很清楚的了 但是到時他們即使他放入政綱也好 不放入政綱也好 他們到時會不會真的履行呢 是完全是另一回事 因為首先他就是想選到 沒錯 所以這些東西選到 最重要是打倒對面的黨 沒錯 整件事其實很旺居 變成了你根本已經不是為了國家去選 而是你純粹為了打倒對面 為了贏而選 你聞不聞到好像一兩年前美國選舉 就是川普對拜登那一次 我覺得是的 我覺得是的 我覺得是真的好像我們選 即是那些選民選Labor 不是因為Labor政綱好 我們只是想打倒自由黨而已 沒錯 所以變了 唉 真是 有得選好過沒有得選 沒錯 對 有得投票好過沒有得投票 不要叫人投白票都會被人拘捕 就是重點是一個人的選舉 哈哈哈 這個是美國地區的問題 沒錯 所以下個星期我們繼續講選舉 我們下個星期拘捕阿忠回來 就是我們搞一個你問我答 然後我們會選一些 就是很多華裔會在那裡選 但是有些搖擺的區份 不是搖擺州份 不是美國 搖擺區份 我們會列出來 就是大家一起去看看 它已經是發生什麼事 我們下個星期同樣時間 我們繼續和理查一下 好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說一下我身邊收到一些消息 以及一些利盒散罪很多的感慨 撇除一下一些大新聞不說著 為什麼會說這些呢 因為最近離開了香港一年半的了 原來 然後再和朋友去看反送中期間的照片 原來已經快三年之前的事了 那時光飛逝 去到這個階段 其實很多要走的人走了 走到外面的人 很多都開始去落腳 叫做找到一個地點 定下來 有些人適應著新的生活 最近都不斷幫很多離開香港的手足寫信 我之前都介紹過 因為我看到我的身位 除了是做遊說 看到很多官員 和議員之外 其實如果離開了香港 一些沒有辦法 比如拿到BNO簽證 或者沒有辦法證明到自己 曾經是被迫害的人 其實它很需要一些的 他們所謂知名人士 大家都認識我 去寫一些信去證明 當時香港的情況 去寫一些信說我信立 他們是受迫害 所以才會出現這些官司 有案在身 原來數下數下都寫了很多這些信 但是很多時候寫了信去幫一些手足 在外國申請政治庇護 我都不太肯定 是否可以幫到他們 最近有些好消息 開始有些消息 說他們成功了 得到政治庇護 在不同國家 很主要是歐洲 我聽回之後 心情很複雜 我第一個反應當然是開心的 就是這麼辛苦在外面 在外面流亡 無依無靠的時候 有一個地方的政府 肯接納他們 給他們永久居留 給他們就業 給他們讀書 還有得到一個工人基本上的福利 可以在一個穩定的狀態下 我是很替他們開心 但是當衝口而出 很想跟他們說恭喜的時候 我心裏好像有一條刺 急著自己 可以恭喜什麼 原來都是 繼續離散的狀態 因為很多特別是 第二 申請政治庇護的人 其實是走得很闖雪 第二是沒有辦法跟家人 或者親朋戚友好 好好的倒別 多少帶不走 多少自己覺得有價值的東西去走 所以其實過去這一兩年 他們是覺得都幾艱難的可以說 所以聽到他們可以去到一個自由的地方 好像有一種逃出生天的那種感覺 但是其實在我心裏面 我覺得就算他們成功落了腳 在一個地方居留 我覺得都是挺沉重的事 因為始終都是離開別井 離開了一個自己成長的地方 或者是貢獻了一生的地方 但是我也等他們開心 這些消息一段混雜了 接著我又看到鍾建華 做民營的鍾建華民調的 我以前在議會的戰友張超雄 他們都宣布離開香港了 看到他們在自由的地方繼續發聲 其實我很開心 我經常看著他們說的那些東西 我覺得很感受到他們 終於有些東西可以說出口 就是夠膽說 知道他們在外面是有自由的保證 其實是很欣慰的 當然很掛著他們 但是那個心態也一樣 我說不出我說很恭喜他們 就走得了 那我只可以留在心裡面 在心中 希望在遠方的他們 都可以平安 接著又看到譬如郭榮鏗 很成功可以在紐約下腳開律師樓 譬如郭榮鏗、張超雄、鍾建華這些 還有很多大家 但是他們有些沒聽過的名字 我看到他們 無論公開在社交媒體 或者私下跟我聯絡 我都對他們很有信心 我想告訴香港人 你們要對他們這些離開了的人 很有信心 他們一刻都沒有忘記過香港 他們那種沉重 我們在外面 和香港人還是那種沉重 特別是他們離開了不久的 那些 其實是一樣 大家都是很疼愛香港 我說希望大家有信心 對他們有信心 就是他們不會放棄 他們是用自己的專業 用自己的專長 用在海外的自由 去繼續為香港人發聲 希望給這些正面一點的消息 給香港人聽到 讓他們知道 不用經常都是香港 聽著每天來的負面新聞 當然 當然香港正在進行的 就是所謂的虛假的選舉 當然就不是選舉的了 我自己就不是很有興趣 看看李家超說些什麼下去了 說真的 這個人跟香港人沒有關係 我覺得 他全部都是為北京復習的 所以我的焦點都是在國際遊說 但是說起這次所謂的虛假選舉 你會見到廉政公署會出來開記者會 說關於投票的事 他講起之前12月那個所謂的虛假立法會選舉 他說有人去投票 然後點名有7個人 包括我 在海外 予投票或者廢票 而被通緝 我首次聽到 通緝大家都知道 我身上都有好幾項通緝力 其實對我們沒有實際影響 我聽到白韻六 作為廉政專員 他都幾不知廉恥地說 他會很努力去尋求引渡 但是為什麼到現在這個人都引渡不了回來呢 就是正正在反送中之後 其實港共政權這個政府是臭名軟報 其實世界上主要的自由國家 都跟香港斷絕了所有引渡的法例 不只是引渡的法例 還斷絕了包括刑事的法律司法的互助 就是以前他們可以怎樣互助呢 比如香港的警隊查案的時候 可以要求美國的執法部門去提供一些資料 以往根據國際法他們可以這樣做 但是現在在很多的制裁措施、反制措施之下 這些自由國家不會再幫這個港共政權 去提供任何協助 所以都想讓香港人知道 我們這些政治人物 我們身處自由國家 我們是安全的 希望大家都聽到香港政府尋求引渡 就不用擔心 我們自己都不擔心這方面的安危 當然 遲些我們要出行的時候 大家看到我們還會在國際之間遊走 我未來都會嘗試出境 離開澳洲做多些國際的遊說 都是我入了澳洲之後 一年之後的可能是首次 但是讓大家知道 我們都會和當地的情報組織去聯絡 做好我們自己的自身安全、保安的工作 大家都不用擔心 反而真正擔心的話 我聽到很多離散港人 特別是大家未必是公開的政治人物 但是曾經都在自己的公共領域 在自己的社交圈子 很公開地表達過反送中的立場 參加過遊行 參加過聲援、支援一些抗爭者 其實很多是面對著巨大的心理壓力的 很多是離開了香港 他們面對身邊很多人問他們 其實你都不是什麽大人物 就是不用太害怕 但是實際上那些離開了的人 他們面對的那種壓力就是哪種壓力呢? 我想剛剛離開的超雄、張超雄、鍾建華 他們一定明白 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天 警方可以清晨六點鐘上門去驅捕 然後即時就送你去法庭提堂 然後就即時還押 然後還押不知道多久 不知道何年何月 才可以得到審訊 然後還要不知道審訊完之後 那單是否第一單 不知道是否最後一單 可能有很多單在等你 那種不知道每一刻都可能是一個人最後的自由 而且這種失去自由你是無了期的 即當一個人被判刑被定罪 你可以慢慢等 五年十年有一個目標去等 我過往在香港還沒有可以探監的時候 我探了手足他們最無助的感覺就是 根本判都沒有判不知道要坐多久的時候 那種等待是很漫長的 所以我沒有理解 也都很現實地給香港人知道 現在港共政權所用的公帑 公權力他們的資源 放在國安公署裡面 放在更加多資源的警隊裡面 其實他們的情報工作是非常之詳盡 也是很有資源去做的 所以這方面大家都不可以掉以輕心 尤其是大家都聽到 也都實際看到在港共通過一些法例 就是說在一些出入境法例裡面 一架飛機降落香港40分鐘之前 港共政權是有權拿到這些乘客名單 他們知道哪些人飛進去香港 當然要做政治篩選 不讓一些他們覺得不受歡迎的人去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大家要留意 就是在同一個法例裡面 港共政權是可以控制到 將飛出去的飛機 它離開的時候的乘客名單是會知道的 是會被香港的執法部門去篩選 所以我也聽到很多手足就說 很怕離開那一刻是被捕 或者是在外地回來的時候被捕 我自己的分析就是這種風險是存在的 甚至如果它被你離開 或者你已經離開了被你回來的時候沒有被捕 但是它很大可能都知道你是哪個人的 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的公開的行蹤上網 或者是留言稍微高調他們會知道 那麼他們不代表他們每一個人都會拘捕 他們會按自己的政治需要 來決定它那個執法那個力度 但是的確香港是一個很壞很近乎於一個野蠻霸道的 第三世界不文明的政府的做法 希望大家再聘氣多一些幻想 或者一些僥倖的感覺 要很小心處理自己的安危 所以如果你看回世界新聞自由的調查 你都看到香港其實跌到下去和盧旺達 菲律賓的新聞自由那些級數 那麼香港的輪郎不會停止在新聞自由裡面 所以無論各項的出入境自由 資訊流通的自由 資金流通的自由 都會繼續每況急轉直下 甚至會覺得 希望在香港的大家要處理好 在海外的大家都要處理好 因為我們後反送中去到這個階段 其實已經為數很多的人在香港境外 但是繼續擁有資源 也都會繼續有組織力和影響力 去組織起來 那麼我們要保障到自身的安全 才可以繼續去打仗 那麼很複雜的 我這一集覺得很零碎 但是給大家知道 我們在後反送中已經去到一個新的階段 那麼無論在場外、場內、在香港境內、境外的人 希望都去到繼續努力 繼續在一起 繼續營墜海外公民社會 我們這些政治人物 也都會繼續做政治游泳工作 也都會繼續做社訊師 繼續撐住香港人 希望大家都自己撐住自己 感謝一直相信同樂廣告去支持香港台的新舊同路客戶 因為你,我們會揭盡所能 商戶包括 香港商戶Chicky Duck 兒婆瑪麗馬來西亞餐廳 北角青藏牛肉麵 位於香港鴨利州的家嫂辦館 有誠欣慕 加拿大溫哥華 Charisma Social Clubhouse Fame Insurance Financial Services Inc 加拿大卡加里 HK Mall 加拿大多倫多 Scrumptious Restaurant 大家好 Papawak 利安加斯 Maxim Wills 地產鐵三角Johnson Rasko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港姓裝飾工程 BuyShip Express Canada Truly 有機慢活市集 WOOP 益菌定裝保濕噴霧 加拿大移民教室TEDSIR Engie 鄭太保險 Technic Motor Auto Body Empathy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感激你同路 Speed up Hong Kong 位於感受中華的Maxim Wheels 代理超過50款名牌輪圈 和車胎以供選擇 現在換胎做著一個春天回贈計劃 最高可以回贈150元 準備幫車換回四季胎的你 立即打去416-709-8651 知不知哪裏有車身維修或噴油服務? 其實我們Technic Motors 不止是靜車 胎花碰撞、車身維修、噴油 我們都做了 咦?即是找你們就可以完成了? 當然啦 另外近來又多了很多香港朋友過來 當中我知道有些可能仍是新手車主 有些關於車保養的東西 他們可能都未必知道 例如怎樣去入玻璃水 或者見到一些維修燈亮了的時候 可能都不知怎算好 其實大家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們 或者經過店舖找我們聊聊都行 Technic Motors 我們一站式汽車維修專門店 乖雪,你在做甚麼? 沒有呀,我在找台灣東西 我沒有我想要的 介紹個網給你 想吃台灣麵的 它有 想吃popcorn的 有幾款 凍凍的 又想吃火鍋的話 湯底也有 平時想吃零食的 素心糖、軟糖、果乾都有 還有,你又這麼貪美 它這裡還可以訂製保濕產品和面膜 真的在家裡享受都可以隨時入科 哇,媽媽你這麼聰明? 當然啦 看多點香港台啦 好了,星期四的早上又看到我這位在英國的黃俊賢先生 Hello,你好 Hello 問一問大家有沒有follow他IG 如果還未,真的要follow我們在海外 再繼續發聲的一些新聞的媒體啦 CWR underscore news post 好了,讓我按出來 讓大家可以可以真的 這件事就 做這件事呢 在我們未討論之前 我知道呢 其實大家看往往是一個post 我想是新為一個新聞機構 那你當然希望多些人轉載 轉載是因為這件事 你看到的東西 希望多些人知道啦 因為make aware這件事 但是那些人很簡單看幾張圖 就會說這麼少的 或者是有多辛苦啊 跟我們說一下其實做一種 IG新聞媒體 是一個怎樣的辛苦過程 不是說你做得很不開心那種 讓大家知道為什麼 如果你follow開 你看完覺得好看 要spread出去那件事 跟大家share一下這個方面 IG新聞呢 或者可能Facebook開始那些 就是社交媒體裡面的一些 新聞資訊 其實是一種新興的東西 始終IG又不是一種很耐力的東西 嗯 曾經我討論的就是 搞到這樣 IG本身的目的就是 你和我有個帳戶 私人的 然後我覺得一些照片漂亮 就只看照片 所以一開始IG 是那個文字的 是有一個很大的限制的 包括字數上面 很短的 你不能夠寫一篇文出來的 但是呢 在Facebook接手了 或者買了之後 買Instagram買了之後 就開始把IG和Facebook 就merge了 差不多了 覺得是另一個格式的Facebook 開始討論就是 本來就是不想玩Facebook 就玩你IG 變成一些東西簡單一點 直接一點 嗯 搞交客又是跟Facebook一樣的 變成了很多 因為差不多了解釋 新文機構又開始玩Facebook 新文機構也玩了IG 其實變成一樣的東西 就是我Facebook又出得 我IG又出得 變成一些東西 可能我看完Facebook之後 IG又有的 或者是調轉 變成一些人可能覺得會悶一點 或者看來看去都是那些 至於之後 我覺得為什麼IG的新聞有些優勢呢 就是那個Infographic 就是當這件事變成了Infotainment 或者有一個條件 在新聞學上 但是我忘記了 就變成了IG的新聞 人們看的圖就滑走了 為什麼呢 因為覺得把IG的圖 都已經有足夠的資訊 你可以接收到 這樣 所以 挺危險的 但是如果不去 IG已經是被人的感覺 簡化了一件事 就是精闢了 你抽屍剝擠到精髓在哪裡 就是一張圖表達 那你如果純粹看了一張圖 你就當是全部呢 其實某程度上 你是一個新聞人 你又不想這件事發生的 絕對是 因為譬如說我搜集了很多 背景也好 技術也好 政策也好 政策也好 其實你應該看文字 才能夠了解到 但是我要在一張簡單的圖裏 表達出這麼多的資訊 是不可能的 只有背景也表達不到 對不對 那怎樣呢 那就變成了IG 給你十張圖 以前不可以的 以前只有一張 是呀 是呀 很貴起珍貴 你那天就highlight 現在我也差了 我看到什麼好 又forward 你知道那艘船船 一艘飛機 就forward了出去 這就搞到你自己的IG 還有IG story 你覺得那些人是看IG 還是IG story 我都真的不太懂 似乎是IG story 一天二十四小時內 你不看就沒有了 有些人就覺得有些urgency 所以我想你由一個很傳統大台的新聞機構 來到一個今時今日 你要自己主導設計一幅圖 再想到哪裡厲害一點 還沒計算過youtube裡面 有一個community裡面 你是不是要放一些news 你一雞多少吃呢 我就不知道了 你覺得那種吃力在哪裡 是否真的想做些不同 但不同是不行的 是的 就是剛才說的 曾文基教出了一個 起初剛剛做了一個facebook 怎知道原來IG都有這麼多人看 那又要去搞IG 其實他管理的社交媒體 是非常之累的一件事 其實這個youtube 都原來有一個community 這個是我們不做youtuber 或者不是youtube做型 你不會理這些community 你有片就看 原來不是的 原來也有很多人去留意 youtube的community 所以 至少我就留意你的youtube community 尤其真是 to your surprise 有些新聞真是很多人的 真是 你說不要理會你的like 那個是慣性 還是一定有些人很有誠意 看完news 真是多謝你的新聞 你真是說其實是用家主導你 即是消費你一個差不多是免費的 除了在你的patreon裡面支持一下 那個精神壓力是很大的 有花精神的 即是如果你譬如你堅持你不是用ignews 用圖去吸精的 那你只是用你的content去取勝 那你的content就是一個花精神 時間去做的事情 那當然我個人也對於圖這件事很有執著的 或者在畫面上 但我不能夠那麼多時間去 真是那些info graphic 真的有專業人士去做的 即是無論是編輯或者整圖的人 已經有個mindset 就是究竟哪些訊息我要放下去 才可以吸引到那個attention 那就是有一些專業的人去做 那我又不是去到那種 真是那麼專業在做圖的人 一來就經濟的budget的限制 自己都不在那裡紧紧 紧紧紧去做這件事 是嗎? 所以變了各樣都做些 但是其實變了各樣都做些 就occupe了你很多的時間 是 那Willa另外一半 他有沒有做少少半個小篇 幫幫你回覆一下 這樣呢? 有的 他是很好的 就是我們當做CS 就是customer service 比如說 Bremia的時候 走播的時候 做一些 我可能還在做事 就去和大家聊天 那些 另外就是我們整圖的時候 或者在寫新聞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一起合作的 我們不是說誰寫誰做 是真的一起合作的 所以在一個合作的位置 是想不到可以的 你知道兩夫婦是 一日對著 這真是一個新挑戰 是一個新的方式 自從疫情之後 再加上你們兩個過去之後 旅行一起 拍vlog一起一起 做新聞一起 繼續一起去面對著你們的followers 這是一個很新的一種方式 在面對著新聞 我覺得這個也是挑戰 都很開心聽到你們兩個 真的很好 所以這件事都 好啦 大家繼續follow 講到現在的IG 我們都知道 有一天可能 我都希望你能夠 到有一天 就是這個 剛才你說的 就是CWR的newspost 有自己的apps 在未有iApps之前 我就跟你說一下 我們一個apps 你現在在英國說它 大笨宗旁邊說它 大笨宗旁邊的apps 雖然是少少過時 但是這件事 我們今天說回來 就是讓大家回到這件事的空暗現場 到底 李新聞是一個新聞 以前也apps出了 有些人下載了TVBnews的apps 沒什麼的 如果你是下載OpenRice 那你OpenRice就有些特價食物 哪裏優惠 推出來給大家 那當然是一群人follow 拿到優惠了 這個有點奇怪了 有個apps當然 有很多人都已經可能 刪除了apps 但是似乎又不是刪除了 好像這件事一發生的時候 就很驚動全世界的 都是洗版式 很多人就馬上 forward 喂 什麼了 又有裡面什麼 測試1、2、3、無線 他最緊張的就是 我覺得其實挺政治正確的 但是他又夠膽使用什麼 比嘉超、見記者 那種呼呼你 你又知道是真也真也假 我現在心裡想 到底這件事 在你一個行內的人裡面 甚至在這裡生活過 你覺得這一個 我在你身上學的 這些push 大家都認識了 我突然間 這種push呢? 這次這個apps出了什麼事呢? 這件事其實過了幾天 但是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不是整個事件 不是整個 這些無線push的內容是什麼 當然很juicy 外國者治港 還要三個! 然後還有簡體字 出了 比嘉超這些 又不是比卡超 是比嘉超 這個又獨特一點 當然 我跟各位的反應一樣 就是找什麼 但是你會 因為我知道裡面的運作 所以一定是 再想多一點點 裡面搞什麼呢? 是不是有些人 有些動作 或者有些人不滿 然後做一些事情 你會這樣想 我會這樣想 但是你也不會覺得 我在裡面正在做的人 是因為一個壓力 或者被人罵 就是白色玩東西 就是未必會這樣 那誰玩東西呢? 那可能是黑客 就是黑客 大家會想到就是黑客 然後也沒有人管 就是app也沒有出道歉聲明 或者之前的事情錯 所以整件事 是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直到那晚 就是香港的晚上 我們就是喊慢 我按進去app看 然後就有一宗新聞出 也有回應到這宗 說他們也不知道什麼事 但是又說聯絡警方 我心想第一個反應就是 那怎麼辦? 聯絡了警方之後 這件事就可以解決了嗎? 那些人… 是啊 如果他能報警 你認為他是真的 把這件事 因為這個也是叫做官媒的 官媒中的官媒 除了在香港電台 大家都不用說了 TVB新聞部還不是官媒? 但是出現了這樣的事 令到國家在這段時間 尤其是李嘉昭要上任 我們要靠一些比較可信的媒體 搞一件這樣的事情 到底他是報警 找人祭旗 報警真的有人進來 還是做過姿態呢? 說其實不關事 但是他知道是關事的 因為如果不報警 可能你的前老闆 袁照偉都要人頭落地 那一隻會不會呢? 當然很敏感 而不知我看到這一堆 這樣的 就是無寧兩可 不可理喻 完全不知道什麼事 這些app push 第一個反應 也想到就是 這個高層突然間 夜晚被人叫醒 接著又要回到辦公室 媒體裡 問大法雷霆什麼事 當然夾集不少粗口 袁志偉 他有的 但也很克制 這次克制不了 我猜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也不能扮演 究竟有沒有粗口出現 這個不要緊 這個是我八卦 這件事 譬如說驚動了他 因為他是媒體的部門 我肯定是其他部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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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TVB裡面都驚動了 包括郭老闆 你認為那個袁志偉 他醒了之後 會做一些什麼的徹查呢? 做些什麼呢? 以你了解 因為那晚其實都算快 因為其實已經在香港凌晨 但是已經出了一條稿 就說和警方聯絡 好像呢 我相信那個時間都真的已經聯絡了 他覺得好像 TVB新聞部反應迅速 然後馬上覺得不對勁 一定不是TVB裡面內部的東西 所以就賴外面人 是的 第一個給人的感覺就是這樣 又沒有道歉 我最覺得一個處理問題 最大問題就是沒有道歉 真的沒有道歉 其實你應該做觀察 新聞如果出錯了這些 就算是技術上 也不關他的事 他都應該出一個正式的帖子 說引來不便 敬請原諒 這個是一定要出的 絕對是的 雖然APP在現在廣播條例上 沒有關係 因為是一個沒有人去監管的事情 但是你作為一個 持牌廣播機構的新聞部 你其實是很有責任 因為你在資訊上的出錯 你不是願意出這些事情 我經常都覺得 你覺得你的新聞機構很有公信力 但是你現在出了這些事情出來 你的矛盾在哪裡 你的矛盾就是 你覺得你出的事情都是正確 或者很有公信力 但是你突然搞這些事情出來 那些人信不信好呢 突然說什麼 一國兩制不能剪踏 其實因為他除了比加超見記者 他除了比加超見記者 還有簡體自己的訊息 那一個坦白的觀眾 信不信好呢 很簡單 坦白的觀眾 信不信你別人的訊息 對呀 他始終是在應用程式放出來的 所以在這樣的混亂情況 原來可以不需要半句說 做成不便也不用說 其實這是很大的問題 你的責任在哪裡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你對的服務對象是誰呢 究竟你要去報警 還是你要去跟別人道歉呢 他就選擇了報警 然後整件事 我收回來的消息就是 第二天當然就是 另一個詳細的大隊的警察上去調查 蘋果日報啊 對呀 警察說很害怕啊 有點像的 真的有點像 嚴陣以待 好像要抓人拿走電腦那些 沒錯 然後又跟一些高層開會 也有一些照片 高層開會 然後又有些人在後面 就是take notes 很嚴陣以待 嗯 但是今天又有些最新消息 所以 就不關這個所謂hacker事 哦 也不關 怎麼說呢 不關國安問題 完全不關 當然大家都會這樣想 但是只不過是一個類似 其實如果大家留意 那些app push 最低其實是有一條link 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到 這張照片沒有 這張照片沒有 是的 但是第一個push 是一條link 這條link 據稱就是這個app想去改革 也都將那個system 分了兩部分 就是說那個app或app 新聞部或新聞部 然後出push 也是另外一個模式 就是做法 可以這樣理解 而那條link 就是push那條link 哦 即是exposed了 那條link exposed了 有人就去玩 就去玩 當然可能玩的人都很熟悉 其實如果我和你阿Joe 看到那條link 就拒絕了就算了 你只要看到那條link 也熟悉的人 才會了解到 有些機會玩一下東西 TVBapp push的link 那我就玩一下 試一下吧 很厲害的 外面你就知道 國路英雄 你想想社會運動的時候 當然那些文宣 high tech tggroup裡面都有很多 不過真的 你不得不承認 當保安局要做事的時候 請的人 你不要想他們只是看Facebook 是否你發揮的東西 我想他們都在看著很多人 甚至乎這件事 我想一定引起他們高度的調查 網絡上的事情 那你只是有些人欺負一下 既然你這樣放一條link 我會進來和你玩一下 但是以現在這樣其實也有些危險 因為他們現在是無所不能的 現在他們真的 是啊 你可以想像到 如果 因為還有一點 剛才要交代 就是那條link 可能他們不知道 有人知道是linked up 了那個app 可能本身是打算測試 因為其實看到有huhu hi 那些什麼curve test 那些都不知道 可能他們真的想測試 但是可能是人為錯誤地 就不知道真的linked up 了那個app 所以當你測試的時候 就真的出了街 有這個情況 那表面看上去 有可能不關惡作劇事 但是也可能關 可以關 另外就是 喂 只不過是公司內部的出錯 就是真的想測試 但是呢 就測試 被人 就是自己linked up 不知道什麼事 但是那個risis 如果真的是我作劇 那那個risis 就是 會不會牽涉到 你去玩這個新聞機構 而這個新聞機構是TVB 很危險 就是大支東西 都報警 還有之前說 你將TVB 無論是news上好 還是有好的圖 使用了 都會告你的 是 還要你牽涉到 去玩個air push 會不會之後 所謂保障網絡安全法 都會牽涉到這些呢 咦 你又說 我又不想說 有什麼陰謀論 conspiracy theory 如果你這樣之後 再釋到這個example 更加需要網絡23條 是不是 我經常覺得這件事 就是政府 就是中共最厲害的事情 或者港共 就是任何一件事 總之有利於它要達成control 好像似乎都拿來用的 是不是也是的 這件事雖然我不知道是否玩 但是很難 我們可能不可以抹殺了 有個可能性 自己有玩的 如果你說是一個fair的assumption 雖然又在陰謀論 不過怎樣 有沒有人要先炒猶魚 如果你是袁趙偉 雖然你不是 你是證人君子 他只不過是個色情君子 我們知道 很壞 不應該這樣說 有沒有人可以在這些時候 即是說工程部 我記得是TVB有工程部 其實新聞部也有自己的工程部 或者是有app的development 他們有一層樓 那會不會有人要 因為這麼embarrassed 要炒猶魚呢? 暫時聽就沒有 暫時聽就沒有 請不回人 他都 任務人工高 暫時聽就沒有人被炒 但是呢 有一個很無稽的處理手法 聽回來 就是因為appush的運作是怎樣 我先說一下 就是當現在一宗新聞出 譬如說 梁振興當選 這樣先 梁振興當選這個就要由採訪主任 即是中層 中層 去決定 我們要出一個app push 叫做梁振興當選 大家之後就慢慢 接著就交給app那邊 app那邊就推出街了 然後大家的手機就會收到 梁振興當選 這樣 這就是普通的運作 但是現在呢 最新聽回來一個無稽的方式是什麼呢? 就說 哦 採訪主寫完梁振興當選之後 交給push 但是採訪主要跟著app的部門 就要看著他 看著他 直至按出街 嘩 那個 那個不是核彈的按鈕來的 哈哈 美國總統要按那個按鈕 也有幾個人隔著看電影都看過 嘩 一個push來的 嘩 嘩 所以其實是不合理的 就是 本身那個處理方法可以的 因為你採訪去看過那個訊息 那假設你app的 就是technical上的功夫 就是technical部門去做 是不是? 那你已經處理過訊息 但是連一個採訪主任 都要牽涉到那個technical problem的話 其實不合理 你時間不夠了 你一天多少個app push要出來 是不是? 你已經要寫 製完app push之後 你還要去看稿 其實app push已經是一個 本身已經加重了採訪主任的負擔 但是還要去按鈕 是完全不合理的 所以就是TVB 經常是斬腳趾被沙蟲 就是高層的一貫的做法 所以是不知所謂 我是很喜歡你整天收到資料 我想遲些 我想袁志偉有看一看一看 不小心 你也知道你也不是不出名的 就是瞜瞜瞜瞜 誰跟黃俊賢 收說說這麼多東西 我們裏面這些事情 他會知道我們裏面有個人 要監視這個東西 這件事 讓人知道怎麼可以呢? 我覺得其實 我想如果你做一出都應該 我經常都覺得現在真的很有趣 而香港的情況 雖然你沒有一個正統的一些報導 總是有消息會流出去的 就是這個世界 不論你多極權 可能香港還沒去到很極權 就是出了會死人的那些 你一定有一些人 真是頂不順你 或者偶爾真的要玩一下你 甚至乎你有對家 這個世界是沒有完全的 就是你的友好 你也有些敵人的 就是會這樣流出來 所以香港呢 其實我們都這麼說 香港新聞自由還是很自由的 起碼黃俊賢也知道 這些類似收到的封 我們沒有說封在哪裏 但是這件事 當你看到香港新聞 那個自由排名再暴跌 怎樣呢? 就是問來都多餘的 不過都想聽一下你 這個很有趣的 那個報道雖然都像你 在海外裏面 好像追新聞都是英國的 一班不同的前記者在一起 我就選了這個 你看見香港新聞自由 一直排名 其實那一天 都是前天的 都是一個挺重要的 原本有很多獎項 human rights那些要頒獎 沒有了 cancel了 將來 就是你在看這個新聞自由 對於香港這個指標 有多重要 或者你看到一些啟示 在裡面呢? 其實上個禮拜才掩蓋完那個FCC 但是想不到今天又有一個指標 就是再次鐵證了 鐵證了香港新聞自由的位置去到哪裏 就是我們不能夠去幫人判斷 那個實質是怎樣 但是當一個國際組織告訴你 那個分就是這樣 那個排名就是這樣 其實大家應該會有一個 比較全面一點的觀感 在你們身上 在你們的心中 以前香港是跟西方比較的 一直都跟西方接軌 跟西方的東西差不多 然後特別在自由上面 經常自豪地說 香港自由的 自由港 除了真的那個 那個碎制之外就是真的自由港 但是現在你想想 我們現在148位 跟誰比較呢? 之後就是俄羅斯 現在俄羅斯 是的 之前就是菲律賓 真的 那你想想 那個比較就是 我們已經要 不是跟中國比較了 是跟第三世界國家比較了 因為如果政治正確 你說香港跟中國是一樣 是一個不可分解部分 但是現在不需要跟中國比較 然後就是跟第三世界國家 甚至乎現在俄羅斯打仗 你控制輿論的程度 是居然跟俄羅斯差不多 你想想 你可以幻想到 即俄羅斯連說 這是一個戰爭都不行的時候 香港就是這樣 香港不能夠說 香港是一個什麼地方 然後香港的政府是怎樣 面對的中國的政權是怎樣 不用想 完全不用想 因為當你聯想到俄羅斯的時候 原來香港是俄羅斯這樣的新聞自由 就是這樣 這個是當然很可怕 我們上次說 FCC的停班人員新聞獎的時候 都覺得很突然 因為這個獎項 上年說721隨主真相 然後香港電台不參加而已 但你沒想過FCC不搬 上次香港還有80位 嗯 即上次 即誰主真相還有80位 也是很差的 但實在想不到 一年可以跌了68位 很恐怖 你想想那個跌幅 為什麼呢 大家會想到 即21年我們在香港新聞上的損失 都不用再問 其實這個不是問題來的 這是一個告訴你如何衰落 然後這個結果 你會看到之後的結果 下一次會不會再跌 這個中國跟中國隔離174、175 高中國一級 因為可以不用翻牆 這樣而已 要拍證件想去辦理護照 當然去到太古廣場 太古廣場裡面的富士圖 一定幫到你 拍證件相片 15分鐘馬上拿得 現場還有很多富士產品系列 積影積有相機 不同款式的相紙 特別限量版的積影積有 什麼都齊 拿Passport No Problem 富士圖 94年開始已經幫助大家 電話是905-940-9333 回顧這一年 大家歡笑過 大家傷心過 大家輕鬆過 大家擔憂過 無論這一年如何 感激身邊有著大家 新一年繼續相伴同行 大家好 祝大家幸福安好 私保保險代理 至1970年成立 已為超過4萬個客戶 提供優質汽車、房屋及商業保險服務 如果你正在尋找服務良好 及適合你又同聲同氣的保險經紀 就快點致電416-818-1183 找Amy幫你報價吧 透氣 舒適 立體 Level 3 FFP2 和KF94認證 最重要是 Made in Hong Kong 夠細口罩 專注為香港人做最好的口罩 你買了沒有? 是呀 所以說香港傳媒 大家都了解到 已經不是自由了 也不用再問他是不是自由 但是當李家超 這個未來後任的行政長官 我可以這麼說 雖然還沒投票 後任行政長官就說 香港新聞自由 當然有 基本法富裕 身份證 代了你的袋子 就有了 就是有了 在這個說法之下 原來另外一個事實 就是告訴你 這個148 香港180個國家及地區裡 是148 即連一半都未到 那你要怎樣去解讀呢 究竟李家超或者香港官方 香港說的說話是被誰聽的呢 而香港政府究竟還是不是對於 是否相關於香港市民呢 這個其實才是引申出來更大的問題 那這個怎麼辦呢? 我不知道怎麼辦 你覺得以你一個記者的身份 當外國的行家在這裏知道 香港的情況 一些是在街頭 有些是在報館那裏 我們見過很多的 說Gloomberg CNN 什麼都在香港 BBC 有些現在就搬到新加坡 但是呢 你認為行家已經看到現在這些東西 再加上這些 大家國際認可的一些指標 其實除了香港不認可 又說他們是抹黑它 總之低的東西就是抹黑的了 你認為他們看到香港這樣 他會怎樣跟這個世界的報道呢? 其實我身邊有時跟一些加拿大人說 就是香港他們知道有事的 但是他又好像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中共那個大外宣的引擎開得很行 或者仍然都屬於一個很高的 有很多經濟的數字 你知道他們推出這些數字出來 合約等等 好像他們又不是很清楚 香港沒有了這些新聞自由 其實我們會期望一些記者 不論你是本地 我們香港當然會看本地新聞 但是你會期望外國記者 會讓世界知道香港是怎樣 似乎不是做到一個great job 我現在反而看到 嗯 你也可以這麼說 就是說 如果你說19年這樣去比 當時期去掩蓋香港的抗爭 或者香港的情況去到多惡劣 或者香港政府的取態行動 其實掩蓋得很足夠 至少使西方或者其他國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好像這個 沒有國家記者在RSF的指數公佈 你說是否掩蓋很多呢 我就真的看不到 就是說 你說BBC有時候在中國的那個category 都有掩蓋到香港新聞的 包括就是可能疫情之前說的封關 就是那些控制措施 然後那些飛機被掩蓋 都有掩蓋到 但是當然不是經常掩蓋 不是日常掩蓋 但是今次這個新聞指數又好像真的沒有 你說是否做得不夠足夠呢 令到全球或者西方知道 香港的情況去到哪裡 似乎也是的 但是又不可以直接說 因為現在的焦點去了烏鵝 去了一個大家都沒有想過的戰爭上 很自然會給它 就是在新聞的重要性 或者可能他們覺得香港地位已經有它 可能是這樣也不定 所以我們自己就覺得很重要 但是西方在一個國際層面來說 香港可能覺得有它啦 就是都預料了啦 也有聽過意見的 但是如果預料了 其實香港在世界那個注意的版圖 因為香港就是沒有被人去 就是沒有一個軍事進來香港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好像大家都看到 日常生活啦 還可以出去吃東西 比起Workland 就真的沒有得比的 以一個摧毀性 但是你說在人民的生活指數 或者新聞自由的摧毀性 並不弱於一場戰爭的 我其實看回這個表 看紅色那邊 其實你會發覺疫情之後 你看到雖然我們香港曾經最高的時候 我看到2002年的時候是18位的 我看回今天的英國 法國 甚至台灣 美國42位 其實我想當有疫情的時候 就前一輪說有很多真新聞假新聞 到底這隻藥是不是可以啊 不行啊 到底為什麼要那些人 就是強制打針啊 不打針啊 都曾經說過有些 就是當政府要推行某些東西的時候 都會以一些主流的新聞去蓋過了一些 就是其他好像以前 就是相等於當地的立場啊 中新聞啊 蘋果那樣 就是有反對的聲音的確被人禁止 所以你看到那些排位是低的 一向在歐洲裏面 我見過在挪威丹麥瑞典 好像永遠都是五名內的 我經常都會看到五名內 但我最特別的discovery 就是當很多人的headquarter 轉去新加坡的時候 就覺得其實新加坡 比香港好很多啊 那你看回新聞自由呢 其實並非啊 新加坡其實是在盧旺達之後的 哈哈哈哈 如果你這樣看盧旺達 就知道什麼啦 曾經試過清洗那裡 就沒有了百萬人的清洗滅族 那裡的新聞自由呢 依然比新加坡更厲害 那你可想而知 那邊政府對於言論啊 其他東西呢 是很管制的 現在當然有很多公司 因為香港很不穩定 也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封關 一怕就怕中國的政策 清零那樣東西去啦 那其實新加坡呢 並非一個大家想像當中 只不過原來民生是有 你有一間房子 找一口吃的時候 就是大家不會理那個地方 可能就覺得其實挺繁榮的 就是如果你給了一些人去 我當然選新加坡啦 怎麼會移民去英國或者加拿大 選都選新加坡 但是如果你是為了一個自由來說呢 其實新加坡是一個挺壞的選擇 是啊 我們之前也提及過 就是說移民或者公司 移去新加坡做總部這個問題 就是當這樣的處理手法 都決定去做的時候 香港就救不了 事實也證明了 新加坡和香港排名 差幾位而已 新民自由上面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們行家特別知道 做傳媒的特別知道 新加坡的傳媒行業 絕對不是自由 絕對沒有自由 但是再慘一點的就是 香港原來比它還低 所以在這個比較之下 原來新加坡都可以的 這是很可悲的 怎麼形容呢 以前香港 或者十年前香港 還是一個很高的排名 如果在新聞上面 但是那時候也感覺到 應該香港比新加坡好多了吧 這樣吧 但是現在不是了 是真的差過新加坡 真的差過 除了新聞排名差過之外 各樣都差 各樣的觀感 就是我們去新加坡 起碼說了兩句都可以 現在香港說不到一兩句 那你知不知道 以行家來說 又要問回人工那件事 你知道新加坡的 新民的從業員 是否比香港高高的 這個我真的沒有研究 這個沒有研究 沒有研究 那接下來這件事 你也有研究 因為我記得我們開始 就是Batch Story 很多時候 你對於一些 香港的一些 不同的歷史的 一些約章 那些章 Batches是有很大的 你看到這個畫面 我又想問一下你 這個是商台的報導 要說一下 其實現在越來越少 一些官方 我有時都有留意商台的新聞 看到他們 因為一來是電台的format 都會比較新 但是我看到這張照片 我又覺得很唏噓 我記得當然 現在的立法會 已經宣誓都已經做過一次 你記得將這個format 已經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 當林鄭從梁振英的手 接觸過來 即是過渡的時候 那辦公室裏面 就是特區的區旗 現在你看到 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 就是接軌 今次由林鄭的手上接過去的時候 你看到最大的striking 是什麼呢 或者有沒有什麼的意味象徵 其實大家不要再想一國兩制了 可能是一國一制之餘 或者一史兩個章 我不懂得怎麼說 買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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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 說真的 感覺不深 為什麼呢 因為 我經常都有些想法 就是你要去 你令到香港這樣 那你就做足一點 你要去令到香港 不是以前的香港 你要令到它是中國 的元素非常之強 你要令到一國兩制這個制度 是要一國行先好多 那你就做了 你就令到地方這樣 而其實在國徽變成一個普遍之前 譬如說在網站上做功夫 政府官員的網站要整個國徽上去 然後去到立法會 立法會的桌子要整個國徽上去 到現在 行政長官馬剛室 是後任的 就整個國徽在旁邊 OK 就做了 這個之後你的姿態 也對於民生來說沒有影響 其實香港市民也都覺得 你就做了 浪費鬼氣 你覺得這個章 這樣就可以令到香港市民信服嗎 不可能 也都不會是這個高 這個這樣的國徽在這裡 只不過是告訴你 大家不要忘記現在香港 為什麼有現在這個環境 是因為這個中國 中華民共和國家 他想強調這件事 就強調這件事 老實說 第一次 就是那個網站開始 那當然覺得什麼了 以前也有一個很凹凸的感覺 現在這件事反而 為什麼都很正常 或者你看到中國的國勢 很大 然後旁邊的那個 差點小小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 某程度上 其實是一個小小的 你看到整個香港的特區 真的是一個獻味的行動來的 我不知道英國是不是這樣 我們以前香港的市民是很簡單的 希望特首都知道你是從哪裡來的 但是起碼我們從梁振英開始 你看到他從來沒有在香港市民那邊 去反映香港市民 其實我覺得 其實你每個區裏面 大前提是中國 我們就當大家接受這件事 但是你預期市裏面的人 或者我們香港特區裏面 你會反映香港一些人的民生 或者政策 你可以為香港爭取 我們之前說的雙普選 其實你用什麼模式 但是起碼你講的時候 其實沒有什麼人會覺得你是不對的 除了你唯一就是做一個奴隸 你才會不出聲 而你會覺得我不要說了 免得說了 反正都不成功了 你不成功和你不代表香港 就等於你去到世界各地 為什麼香港現在越來越少認受性 然後你自己感覺良好呢 因為你從來都不代表香港 別人一感覺到你特別去代表 就是這一類的國輝 是為了中國去做事的時候 其實香港市民是很受不了這件事 我們在加拿大這裏 雖然有個聯邦政府 因為我們這裏是聯邦制 有十個省 就算它通過了一個 在國會山莊那裏 通過了一個法例也好 不論之前有 緊急法也好 其他法例 原來這條法例通過了 就要下放到每個省裏面 那個省裏面就著自己地方的需要 或者他們自己當時的政黨裏面的立場 都會和聯邦政府這條立例去抗衡一下 就是我們安省或者說一下亞省 亞省其實很早就已經不太贊成 你說全民要強檢 不過後面就沒辦法了 市民的票 但是它也是最早一個提出一來 就說我們就覺得可以早點鬆了 給大家不用戴口罩了 那你會發覺那裏的省長是會為了當地 我就當作比喻一個特區 那你就去代表你那邊的人 香港這十幾年是很慘的 是沒有人跟香港人說話的 包括裏面 你看到後期去到起荒艙醫院也好 全部都是找國家裏面的人進來為香港 而香港裏面差不多連清潔工 這些工人差不多要找人進來 是嗎 我覺得很好 其實我覺得再早點 是2003年 其實從SARS的時候 你要去靠自由行 去為香港重新建立經濟 這一刻開始就已經是 香港政府不是為香港市民 這一下就是 其實是文化震驚 因為是香港人對香港政府的觀感變了 這是不適應的 但是不適應不適應 都適應了十幾年 但是到了2019年之後 到了今天 2022年 才是 原來真的不是代表香港人 這個就是放棄 放棄狀態 香港人放棄香港政府 放棄狀態 不相信 打針 就是假的 就是騙我們 放棄狀態 都是覺得香港政府 不是對香港市民做事 這個就是那個 其實是個禁止 你經常說 香港人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覺得香港是中國的部分 你有沒有令人有這個歸屬感 你只是用強權 你只是覺得 為什麼你們這些人不聽話 只是問這個問題 但是你沒有做任何事情 去令香港人覺得自己 成為所謂中維民共和國的人民 是一個自豪的時候 那就是一個禁止 就是你強權 我又反了 你又反了 然後大家一直在 其實互相去拉遠 並不是互相拉近 這個就是個結局 這就是為何造成今天這個局面的結局 非常慘 那個意識形態上 我們需要說 中共最擅長掌握這件事 在我們完結之前 考考你IQ題 你知道香港警隊 在香港是多麼所向披靡 所向無敵的 要什麼有什麼 總之他們全香港這麼安全 全亞洲裡面 甚至全世界裡面有了香港警隊 基本上大家不用擔心 這些事情只會防備越來越厲害 好了 你認為警隊那麼厲害 有什麼紀律部隊 敢搶警隊的風頭呢 又是紀律部隊來的 看看你有沒有留意 警隊已經很厲害了 你知道現在五月八日 選舉又有七千警力 圍著一個很少人的地方 都應該沒什麼時候 都圍在那裡 所以警隊那件事是很重要的 但是有些什麼紀律部隊 都夠膽挑戰 大家都是幫助政府 都是幫助特區 剛才看到區旗 或者看到我們中國的偉大的國徽 夠膽在這個時候 挑戰我們警隊的一些威信 一定有炮 都要拖槍才行 槍要拖槍 沒錯 你說得真是好 首先我們說了 警隊這件事 炮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他們就說 我們不再用美國這隻 用了很久了 拍戲就拍了 慘了 以後拍戲 那隻戲就成為歷史了 再不能用這些 其實拍戲才用舊的槍 因為肯定是假的槍 就沒有人去找你 就點三八大家左倫一聽 拍戲你看到很多英雄本色 左倫 全部轉了 這是中國製造的槍 訂了水炮車 吹淚煙 大家都知道 我覺得其實這個意識形態 都是挺恐怖的 因為為什麼呢 這些所謂的軍警 再不在西方裡面 其實一向大家都知道 那些質素呀 避彈衣呀 那樣東西 就算社會運動 他們都在美國那裡 訂回來一些英國 現在就不用了 再沒有這個半點 我覺得裡面一定警隊 有些人 未必是李家超去到 獻味又是 早點轉吧 早點讓大家有一種 警隊是服從的一個隊伍 一定有人提出才做這件事 其實你看到整個香港 其實早點成為一個香港市 真的 我覺得呢 剛才我對我們 我剛才說的那個 國徽的問題就是 一一點 你要去搞到最難 那你怎麼搞 你把所有東西都 把所有東西都放走 對於以前香港的東西 把所有東西都放走 是不是 你不要再找什麼系統 就是法治這些 你不要假裝 你真的要破壞它 那你就要破壞它 你就不要再用那些 假的 一套這樣的系統 你去利用它 濫用它 說自己有法治 其實原理一樣 好像制服一樣 你不要再用英式制服 你不要再用 是的 應該穿中山莊 那些警察 就是你用公安制服 你不要再被人覺得 譬如說警隊才是最離譜的 就是 銀樂隊你還用什麼蘇格蘭的制服 是吧 你還用什麼 你還要去亂打 吹D打 吹D打 然後你操 暴操一定會是轉的 剛好就是這個 海關搶集 全部轉了 神組轉 你要去用普通話去做那個 command 你要去用中式暴操 然後所有的階級 然後那些 badges 全部都用中式 你為什麼要用西方的制度呢 不應該用 就是這些 你為什麼要做公務員制度呢 不需要了 所以麻煩你所有東西都轉了 不要再令人有錯覺 這個地方是有以前的影子 這個我覺得真的要自豬死地 所以這個海關真的自豬死地 他說今天開箱我們已經暴操了 已經轉了 警隊打算7月1日回歸25周年 我們才好好表演給大家 我覺得他們這件事賣下風箭 掌風頭 是吧掌風頭的大哥 你有沒有搞錯 人家警隊這麼多人 三萬以上fans 現在還差什麼18% 要加薪 你這個時候告訴大家 喂 你可能他小人 我們的暴操轉了 今天是國際青年日 國際青年日 告訴大家 哇這個暴操 我覺得我看上去 哇真的挺害怕的 原來不同的部門裡面 真的在洗走 洗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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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班人其實全部都是在英式制度裏面 起碼執行管理階層 但是到今時今日 甚至乎要提倡一些中式的暴操 整個牌子快點換 如果中國人說不要亡本 其實這些是非常徹徹底底的亡本 他們的本不是英國 他們的本是一千年前的大清 是嗎 說遠一點也可以 這樣也是的 所以不能說 怎麼說 香港那個悲歌 受到很多不同的說法去影響 你連那個跟 你都不知道的時候 你還要跟別人說去跟 怎麼說 就是很慘 香港沒得再慘下去 所以我們繼續在這裡 如果在海外的朋友 正如我們都知道 不同的人都離開了香港 我覺得如果絕對要發聲 很為香港發聲的人 真的可能要考慮去 別處安全的地方 例如張超雄先生 我們祝他在多倫多這裡 希望日後有機會可以找到他 可以分享一下他的心路歷程 但是你在那邊 英國繼續守護著你的新聞自由 繼續為香港 繼續報導一些新聞 大家可以繼續follow他們 我們下個星期 又找其他話題一起 再一起分享 OK Take car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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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感謝一直相信和下廣告 支持香港台的新舊同路客戶 因為你 我們會揭盡所能 商戶包括 香港商戶 Chicky Duck 二婆瑪麗馬來西亞餐廳 北角青藏牛肉麵 位於香港 鴨利州的家祖辦館 有誠一霧 加拿大溫哥華 Charisma Social Clubhouse Fame Insurance Financial Services Inc 加拿大卡加里 HK Mall 加拿大多倫多 Scrunchies Restaurant 大家好 Papawak 尼安家師 Maxim Wills 地產鐵三角Johnson Rasko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港城裝飾工程 BuyShip Express Canada Truly 有機慢活市集 WOOP 益菌定裝保濕噴霧 加拿大移民教室Ted Sir Engie 正體保險 Technic Motor Auto Body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感激你同路 Speed Up Hong Kong 回顧這一年 大家歡笑過 大家傷心過 大家輕鬆過 大家擔憂過 無論這一年如何 感激身邊有著大家 新一年繼續相伴同行 大家好 祝大家幸福安好 在疫情期間 每一度都是菌 小心啊 幸好我女朋友都好聰明 買了份禮物給我 挺有趣的 又有個圈 又有個歐 開門又可以 入升降機的時候 按鈕又可以 去到升降機裡面 再按鈕都可以 嘩 那我的手 就不會有菌咯 嗯 非常好 Clean Key已經上架了 來我們香港台網站選購啦 如果你睡醒起來覺得腰酸背痛 又或者越睡越累 你就要考慮一下 換一張承托力 適合你的身形 和睡眠習慣的床褲 如果床褲太軟 你睡覺的時候 腰部會下沉 令腰椎肌肉拉扯受壓 搞到腰酸背痛 如果床褲太硬 床褲和你的腰背之間出現空隙 肌肉缺乏承托 如是者身體的肢爭點如 頭、肩膀、臀部、張誠受壓力 然而影響到血液循環 床褲要慢慢睡 當然要試過才行 快點拿起來電話打416-321-1882 找尼安家事聊聊 床一定要選最舒服的 Truly有機萬活市集 是一間生活百貨實體店 我們位於萬感市中心 我們代理的產品 都是對於用家、社會、大自然有益處的 這些都是我們經過自己親自試過才介紹給大家的 Truly Healthy已經搬了新屋了 我們現在就在萬感廣場 Unit 32 輔落了 適合你的東西更加多 不停繼續為你健康加油 還有Missasaga物市1675 The Chase Unit 24B Be Healthy, Truly Healthy 2022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與你 共建香港人的世界 堅持香港人精神 Hong Kongerism 通知 我支持 无论反应你画我 我明天一起每天 齐盼安 和寄忘 分享这信念 我无论你 你画隔锁 总可再见面 回头着血液 你想迈向飞前 送一起同行 不顾当一人 齐抵抗暴雨 一起看自由 祈求万世都押露 荣光 民主 同爱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台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音乐东 加油 靠岑西沃 加油 发 challenge